时间要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指数大涨161点 今天可以看到 不管是台股、亚洲股市 都是呈现比较亮丽的一个大涨 所以是不是进入了一个6月份 重新全球 要进入一个新的复苏的一个期间 那么这次的复苏是不是 会如经济学家克鲁曼 在纽约时报最新的一个发表 他提到说 这次的经济应该会是V型复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掌握的tempo就要更快 电子消费性的产品 是不是更有机会可以赶快接档而上 怎么样来做观察 那么我们赶快邀请我们专业的分析师 华冠头顾的范振宏老师 振宏老师早安 云轩早 好振宏老师看到我们今天站上了半年线之后 是不是可以突破5月份 这些年载起这么久的均线了呢 好那这个大盘的部分 因为今天这个估量算有上了 不过目前估量大概1800啦 大概是跟我遇过2000量还是有点 2000亿还是有点差距 那就是因为今天开盘的时候 大概估量大概才1600 1600出头而已 那到了现在9点46分 那估量有滚上来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接下来量有持续的滚出来 有滚到能够滚到2000亿的话 会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攻击量 我觉得这样子的突破会比较有意义啦 不然的话今天这样子量不够的话 会本来就有点变成虚光的一个味道 那反而还是要留意反压 可能会被打 会把他们打下来 那反显这个台股这边雅股 今天比较强势 主要的是因为星期五七 大家都很担心这个川普的记者会 会不会对中国或者是香港 做出什么大家意外的措施 就是制裁的措施 不过看起来是没有啦 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就是说 川普就是又一次狼来了的味道 那整个美股也是在 这个川普记者会之后呢 是吉拉就是有些指数还翻红 那在周末两天后 其实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国际事件 然后是美国那个佛罗伊德的 那个暴动的事件嘛 就是那个黑那个飞翼的被那个警察 那个压那个那个在代国过程中 把它弄死掉嘛对不对 然后就是目前好像是说 美国11个城市好像有做出那个 封城跟那个宵禁的一个动作 25个城市做出宵禁 那今天早上其实美股是有反应这个利空的 小道琼然后小跌了大概200出头的点数 然后目前到台湾台湾在开盘的时候 其实大概已经慢慢收链上来了 那刚刚其实以前有提到说 那个V型反转的一个状况 有可能吗 我是认为机会不大啦 因为在这次疫情其实造成美国蛮多的一些 不管是大小公司 甚至有些是知名公司 也出现所谓的申请破产重整 那这些破产重整之后 毕竟有些劳工一定是 一些就是就业的状况 已经没办法像在疫情之前这个状况 那我是觉得这个衰退基本上 是确定是在发生 只是说这个负数是什么时候 那我是认为说V型负数的机会是不大啦 那你说最近这个市场的乐观情绪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是 各国的QE跟 就是无限QE跟各国的那个宽松政策 去堆出来的 那我还是觉得说 这边当然还是要 还是要小心谨慎啦 就是说因为毕竟这个状况 资金推升泡沫 大家也知道嘛 上一回有新闻报导说 S&P500的本益比 目前本益比基本上已经高于 在疫情之前的本益比 然后之前好像是18还是19吧 目前已经到了22还是23 所以基本上短前其实都有一些过热的现象 其实蛮多专家也有提出这个一个状况 那等于说如果之后万一复数的力道不如预期的话 那目前本益比等于又会再会再次被飙高 反而会让这个整个短线过的情况会更严重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目前可能要观察一下就业数据的状况 那这礼拜五就有一个非红就业数据嘛 那只是说这个非红就业数据 主要反映的是5月中到5月15号以前统计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可能还不是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要看就业复述的状况 可能要看要等6月后 看到我们这个那个6月15号 就是应该说7月的时候的非红数据 那个公布的非红数据是讲6月15号之前 我觉得这段就很重要 因为最近的初领失业就金人数一方面是下滑 那另外连续勤领失业就金人数 我有说过这数据是更重要的 因为这个可以直接反映到说 整个就业市场到底有没有回温 那在上礼拜最新的这个连续勤领失业就金人数是有下滑 但是下滑幅度并没有说太大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每个礼拜可能还要关注一下这些数据 才能确认一下说接下来的就业回复状况 会支撑接下来所谓的复苏跟所谓的需求状况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在整个目前整个族群方面 那当然说台积电在主天有传出这个整个的订单 这是那个对设备股的订单 然后暂时有喊咖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因为文奈米制程要延到扩产的这个进度要延到明年 那但是目前看TSNC就是台积电相关供应链的个股 涨跌状况是还好 然后大家就是小涨小跌 那其实对来说就是这主要是一个需求是一个地延 因为他说扩厂延到明年嘛 不是说不扩厂嘛 所以这个订单延到明年但是没有消失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大家看起来就还好 那当然说在这个华为事件相关的这个受惠的设备厂的部分呢 其实今天表现的也差不多就是小涨小跌 那当然说上礼拜比较强势的像是3178的公准 或者是2464 那个公准跟那个瑞云6532的瑞云 那今天是比较偏向一个整理 那当然说整理来说其实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其他的相关 他也很震荡耶像瑞云 瑞云也是最近也是蛮震荡的 不过他就是他这一件展示的角度算是非常逗 是连50线都没有被跌破 那最近我就可以留意一下3013 就泛宏海集团的设备商是金顶 哦 金顶 其实他最近整理也结构不错啦 那外资其实最近有 现在均线纠结了 对比较均线纠结 那最近比较没有反应 那这个他目前也处在 也不能说压力区啦 就是说他目前至少已经克服了最大的一个头部的颈线 之前的头部颈线反压 那外资其实最近有买潮 那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甚至或是在头上是红海的帆宣 这边也可以多去做一个观察 那这是比较有量的 那其他部分可能还是关注在 密尼有异地的市场 就是目前今天来看 今天早上的那个设备场 惠特一度是大涨6% 那也上了新高 那九元部分呢 最近还在整理 当然九元跟惠特比起来 是说惠特在设备场 这个他的存度是比较高的 他那个调检机的存度比较高 那九元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封测的题材 那虽然说属于一个多题材啦 不过上礼拜是那一根长上引线 可能短线还要稍微整理一下 那但是他筹码中央都还是蛮正面的 那在像在打渐场台表科 在上礼拜五 其实基本上就收了一个下引线 那今天基本上量能看起来是会缩下来 我觉得短线整理过 他还是有机会 因为像他的筹码虽然投信 被投信连续有卖潮 但是从大户持股中央来看 其实并没有出现太大幅的一个出货现象 那代表说最近可能就是虽然投信在卖 可能都被别人捡走了 这也可以去留意 那当然说最主要是观察到那个晶电 那当然晶电的话最近比较麻烦 就是他短线技术面是比较弱的 因为他已经被有点被月线压着打 不过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实他从高点41.15到最近的低点 大概是35.3 其实修正幅度变不大 就是大概没有超过15% 那对我来说强势股只要从高点下来 修正没有超过15% 大部分都是我觉得都算是很强势的整理 那后续我觉得就可以期待说 比如说就是目前实现他也扣下来了 那接下来月线呢 大概还有一个多礼拜扣下 我觉得后续还是很值得观察 因为毕竟迷离尾音第一算是少数 电子股里面在第四季 比较到明年的展望是非常正向的 这是提供给大家去做观察 好 那另外我们要看到说 刚刚我们讲的很大一块 在这一块部分 晶电或者Mini LED这一块 但我们要来看说像是今天 今天的纺织也蛮强势 上周已经有这种趋势出现了 因为大家讲到NBA的复赛相关的 那智鞋或者是纺织这些机器也够低了 老师看待说六月份他们的表现 其实纺织股这部分其实我还蛮担心的啦 因为 反而是忧虑的 对我反而是忧虑的 因为一方面是说最近利多的确开始出来 那当然说可能以这个整个的龙头 不管成衣还是运动产业 像1477的这个巨氧 其实它最近是来到反压 这技术没有来看来到反压 因为我们就先观察龙头股 虽然它最近的外资啊 投信啊 主力啊 甚至大户都还在买 那但是呢就是它来到这边反压 那另外就是说就是观察到 因为这次的疫情 其实造成美国蛮多的一些 所谓的生活品牌 什么相关的出现 就是我刚刚讲的破产重整的部分 那其实台湾很多的纺织业 当然说我就不具名说是哪一些 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上的公司 就是我观察一些这个研调机构 就是显示说这些很多人的货啊 是运到美国之后 发现美国的公司倒闭了 它又不能运回来 运回来又要一段运费嘛 对不对 那在当地就变成说只能那个打 可能打对折啊 或者是打两折三折去做个出清 那其实对这个相关纺织业后 这一块其实影响是蛮大 当然可能运动品牌相关可能 受影响的机会可能比较小 但是我是觉得说在一般的成衣类 就是比较平常的休闲服饰类 我可能觉得差不多要去做留意 那但是说的确今天来看的话 就是那个南伟 1467的南伟 他是那个跟那个Walmark 那个合作的那个成衣厂 那他最近也是持续的做创高 那有些的确是这么很强势没错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所有的纺织股 都可以用这个利多来去做看待 所以变成说反正最近有些 还没有动的纺织厂你反而留意说 他是不是说真的是没订单 就我跟他讲 可能他的货运到美国之后 发现在当地的他的客户已经倒闭了之类的 那反而是这些有持续有转强的 可以去做 像那个南伟有在做创高 这我是觉得反而可以持续去做留意后续 那像这个如虹啊 那个还有那个巨洋 刚好来到之前的那个下跌前的反压 那我反而觉得不可能要留意一下 这边可能稍微保守一点 嗯 好 我们谢谢郑老师帮我们大家来做的一些警醒 你知道 怎么可能要呢 但是 迪述